男嘉宾小伟 22岁来自福建 是一名学生 女嘉宾小弦 23岁 同样来自福建 也是一名学生 有请 欢迎两位 还在读书吗 在读书 大几大三 马三大四 谁追的谁 他追的我 今天谁要来 我要来 咋了 他就觉得我太折磨他了 他追的你 他现在又嫌你讨厌 嗯 他要分开 是这意思吗 是 然后你不想分 嗯 我不要 八个月到底发生了什么呀 地位都大逆转了哈 他怎么无理啊 就是追他的时候 他就要我签一些协议 什么协议啊 就是一些霸王条款 什么条款呢 比如说早上要接送他 要给他送早餐 还有过年啊 过节 他要回家 我都要送他去车站 然后有一些过分的 就比如说 他发朋友圈 我五分钟之内必须点赞 还要评论 那你签没签啊 那签了不签 你签了你就执行呗 对啊 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 是吧 好好 我说如果你当时 如果不签的话 我也没有理由那样折磨你 而且这些要求也 也不过分 很正常 那我当时 然后他现在就觉得不行 签列协议产生什么后果了吗 对生活有影响吗 还是说其实就是年轻 情侣之间闹着玩 有影响啊 就好像他发朋友圈 那我总要上课 或者总要做事吧 他就不行 他一定要他发朋友圈 我五分钟之内必须点赞 就好像有一次我上课 我把手机关进行 然后我手机再看的时候 就有二十几个未接电话 都是他打的 我回过去还会什么事呢 他就说 你刚刚有个朋友圈 没给我点赞 然后就在那边生气 那我不是也跟你说了吗 我那天给他打那么多电话 我只是因为说 我一开始给他发微信 然后他没给我回 然后我就怕他出什么事 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 然后一直打都没打通 你们校训里面 没有说大学生上课 应该不能带手机吗 我们现在大学生 哪有像以前一样 说什么这个那个的 那如果万一 我哪一天出了什么事呢 我给他打电话 他就一直没接 那我一个人怎么办啊 他是我男朋友 他主要就是 一直一直就爱发朋友圈 一直要我评论 然后后面我就说 那我们能不能把 这个协议改一下 他说行 他说他发完朋友圈 他会跟我说 再叫我去评论 更过分 他给我下个软件 因为他朋友圈的内容 评论的内容嘛 我一定不能重复 一定要有新意 就好像他发个自拍 我还要写手诗呢 他一天要发十几条朋友圈了 那我这不是在考验 你的才华吗 而且你以前怎么说我的啊 你说我怎么漂亮啊 这个那个的 那你现在说这句话 那你就是说你以前说的那些都是骗人的了 说你漂亮当然可以了 那每天我都说 你好漂亮你好漂亮 他都嫌烦 他就一定要我写诗 有些诗我自己都不懂 我都要百度 那你这话说的就是以前那些夸我的话全部都是百度的 你就在敷衍我 我哪敢敷衍你啊 还有他每次要回家也是 有一次寒假的时候他要回家 那我说回家行 我送你到出租车上 到时候你出租车打过去就好了 他非不要 非要我送他到车站 不是大家都男朋友都有送女朋友到车站吗 那还有那个放寒假行李那么多 我怎么一个人停那么多的行李去上车啊 这倒没什么有影响吗 有什么影响吗 有啊我那天还有课啊 他跟我只是同校但不同专业 我还没放假 他先放假了 期末了本来课就紧张 你不知道他要上课吗 我知道他要上课 那你知道他上课还要他送你啊 但是他是我男朋友啊 而且我那天的课也就是一二节的 我说我十点多十一点送你去车站可以 他非不行非要买七点的票 那我不是也跟你说了吗 那天中午家里有事 一定要那么早回去 不然我也不喜欢那么早起床啊 你的事都是事 我的事都不是事 我那课现在还挂着还没过呢 你们现在就是在学校里面挂科 都是值得鼓掌的事是吧 我看你们每个人乐得还鼓掌 你们疯了吧 他每次都爱新加一些条款 那现在他又加了 他说逢年过节 必须要送两份礼物 送一份还不行 他第一份送我这不是本分吗 第二份不是惊喜吗 这样子我会更开心 我就会对他好一点 没有礼物你还不对他好 那他本身就得对我好呀 那我去年圣诞节 我给他准备了两份礼物 我还特意订了餐厅 还准备了玫瑰花 才坐下来 看到别人旁边喝奶茶 他也想喝 要我去买 圣诞节本来人就多了 我就说肯定会吃 他说不行 他就要喝 我就往回来一伙 他二话不说扭头就走 你那是往回来一伙 你那是往回来一伙吗 半个多小时 我一个人就坐在餐厅里 撒愣着就一直坐在那里 然后人家菜都已经上齐了 别人都是一对一对的 那你为什么非要喝奶茶呢 我不是看到隔壁坐 我想喝吗 别人干嘛你就要干嘛呀 我去买奶茶的时候 我在奶茶店我还拍了照 我说人很多 你要么先吃 他飞不停 他一开始跟我说 没事没事 我等你 我到那边 他就恶话不说 就扭头就走 我还更尴尬呢 我还要算账 我算完账 我心想今天又是过节 又不能扫他的信 我还要去追他 追到他半条马路 找到他以后 我说那我们换一家店吃吧 换了一家店 他还步一步了 还骂了我一个往上 那我不是想说 发泄一下情绪 好好的圣诞节 不是 你发泄什么情绪啊 我就觉得不开心 你凭什么不开心啊 他排队买奶茶 你坐在那等 你自己去买呀 有胳膊有腿的啊 他是我男朋友啊 如果我 我也有胳膊有腿的 我如果真的要去买兜 所以 你今天来就来对了 你这个分手提得非常好啊 兄弟 我告诉你 你这才像个男人 今天你不分都不行 他最后还说 惩罚我 他惩罚我冬天嘛 他看别人都有戴围巾 他也想戴 他又非要手织的 非要我织给他 一个大老爷们织维巾 织了吗 织了 我在宿舍织了一个月的围巾 社友都笑死我了 说我年年强 织了围巾以后 我送给他 他说难看死了 戴也没戴过 但是他织了那围巾 确实很难看 不是应该女孩 给男孩织围巾吗 但是我看到我社友 他男朋友给他织了围巾 我也想要这样子 就想说让别人也羡慕我 明白 就是别人做什么 你都特别愿意做什么 是吧 但是他那个织的围巾 他说我不戴 是因为他那个织的围巾太不好看了 我也是用心织的 你有用心织吗 你一个礼拜你要去六天的健身房 那你觉得你有花心思吗 我觉得你织那么丑 就是因为你没有花心思在那上面 说到健身房 他嫌我健身时间多 我一天也就去两小时 然后呢 他就不开心 他就创通我社友 跟我社友说给我送东西 我那天又正好不在 他到我的宿舍 把我的健身卡 把我健身的装备 什么都给剪了 把衣服也剪成一道一道的 那我不是原本就跟你说了吗 让你多抽出点时间来陪我 平常就要上课 一些闲暇的时间 你不留给我 那你 那你要留给谁啊 我不是有留给你吗 你都说了 你要我不去健身的时候 我都没去 然后我问你去干嘛 你又不说 你非要我跟你一起发呆 我是让你跟我一起发呆吗 这些闲暇的时间 不应该都是你安排的吗 我没安排吗 我说我们俩一起去健身 这不好吗 又锻炼身体 你非不干 非说健身蛮臭 那我不是不喜欢健身吗 我就是想说你多抽出一点时间出来 陪我出去逛逛街 吃吃东西什么的 有一天 我们好不容易有时间了 去捋一趟游 那到了酒店都已经八九点了 他非说我订的酒店不行 这差那差 非要换 那我说的本来也是事实啊 你订的那个酒店又小 然后又破 那换到你喜欢的酒店呢 你住舒服了吗 你不也要换房间 换了七八次 那不是那房间也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的话 我为什么要换啊 还有别的吗 有 他就很爱折腾我 他没事就爱证明这个证明那个 有一天我们去看电影 我订了两个人的位 他非还要再带一个男生来 说是认识了很久的男闺蜜 结果呢 比那男闺蜜比我还亲了 那我不是带他过来 我就是为了想看他爱不爱我嘛 谁爱不爱谁 他 你带个男的 你带个男的去让 没明白这什么逻辑 就是我带着我男闺嘛 然后我就故意跟他 你男闺 多大的乌龟啊 就是我们一起打小一起长大的 发小 然后完了之后 我就在他面前 我们就假装很亲热嘛 然后我就想说 看他会不会吃醋 目的呢 就是为了要证明 看他够不够爱我 我天 吃醋了吗 我哪敢吃醋啊 我还心想不敢扫他的信 我还跟那男闺客客气气的 把他送走以后 把那男闺干送走 我看你是男闺哦 他就对我大发雷霆 他说什么 他说我一点囊人味都没有 他都这样我还不吃醋 那你要我怎么办 我当时跟别人吵起来吗 那我本来就是想说 带他出来 我就是为了证明 看你有什么反应的 没想到你一点反应都没有 那我不就要生气吗 那我该怎么做啊 我觉得你真的就是吃饱了撑的 总爱折腾我 你还知道这事啊 那你还不跑 跑不掉 对跑得掉也不来我们这了 接着说 还有什么让你糟心的吧 还有前几天 然后他非说要去游乐场 我本来就有点恐高 他非要我玩那些 很刺激的高空的项目 我说我玩碰碰车不就好了 非要玩那么刺激的项目干嘛 那你去玩碰碰车 你干嘛还要去游乐场啊 去游乐场不就是要去玩那些 刺激的东西吗 那我不是让你玩吗 我帮你拉包 我帮你拍照 这不多好 非要我玩 那我一个人上去玩有什么意思啊 那最后不是还是我一个人上去玩那三遍的过三车 那他呢 他在这边看着 那不是他不陪我玩吗 我就惩罚他过三遍 我有点恍惚姑娘啊 你确定你是23岁吗 确定啊 你确定你在读大学吗 确定啊 你确定吗 我确定啊 你完全确定是吗 我确定啊 那是我恍惚了 我老觉得这怎么像幼儿园的小朋友呢 没有 主要是因为我没有谈过恋爱 然后 这跟谈不谈恋爱没关系 你做这事都 还有别的事吗 还有 就最近不是要大事了吗 大事 那我不是在当地就找了个实习的工作 然后离学校又很近 有肝病又不用租房子 他非说不行 他非要把工作给辞了 陪他回他的老家去 那我当然说不干了 然后他又开始闹 那我闹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一开始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问他 我说我们到时候 以后工作要在哪里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说你以后再拿 我就再拿 他既然说他要跟我的话 那我不就跟他说 我说我们两个到时候 不要异地恋吗 我就帮他辞职 你帮他辞职 是啊 他就帮我辞职 他去我的单位里 在我的单位大吵大闹 跟我领导讲我的坏话 我就被辞职了 我就觉得嘛 他之前做的事就已经很过分了 他现在又让我工作也丢了 我更冷无可冷了 我特好奇啊 你这八个月是怎么忍过来的兄弟 忍不过来也得忍过来 那都是因为他爱我呀 是你爱他对吧 我也爱他呀 不爱也不行呀 跑不掉啊 你想跑吗 跑不掉啊 你想跑吗 他不想跑 他只是觉得 觉得他过得太不舒服了 然后想来这边这里讲一下 然后让我能对他好一点 一起进入秋比特分圈 哎女孩 你看你在一起 你带给他什么 除了折磨他 除了让他挂磕 除了让他没有自己的时间 除了让他觉得不舒服 你在做什么 那我也是因为在乎他 我才那样的 你是一点一点在害他 你就这么作吧 你唯一比到别人强的什么 就是他对你的好 我就炫耀吗 虚荣吗 但不好意思这小伙子呀 他不属于你 因为你什么都没给他 你感受过 他的什么感受过 你还跟着趾高强的说 他不会离开我 他现在就是因为不舒服 来让你说一说 发现一下又会跟你在一起的 你还知道他不舒服啊 你是大三还是大四 大三 你还有一年的改正的机会 我跟你建议说 如果你真爱他的话 你先放过他 让他正常的能够步入社会 有自己的能力之后 你看你有没有实际行动 能驳回他对你的爱 好好学习 用这一年时间好好学习 然后真正能自己 踏踏实实的毕业 能够靠自己的能力 去找份工作 之后你们再谈恋爱好不好 男生啊 我听起来你大把的时间 都在于你跟他玩闹 还要修饰自己的身材 我觉得你应该反省一下 眼门前的事 先把那挂坑的给补好了 把自己的专业学好了 靠自己本身去找份工作 然后等你步入社会 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成长 什么叫真正爱的时候 你再回来看他 他是否成长了 他是否符合你的条件了 如果有开始的话 再去开始谈恋爱 互相了解 否则你们就完全在一起胡闹 他在说 你也在说 徐老师 刚刚就在听这些 他们俩的交流的时候 我就觉得好像在看一个电影 叫《我的野蛮女友》 你并不爱这个男生 你只是爱恋爱这种感觉 但这种爱实在是 让他太透不过气来了 我就觉得有的时候 老天拍下来的会是天使 带你去天堂 有的时候可能也是恶魔 带你下地狱 我觉得如果这个男孩 你成熟的话 你救他 你们俩有缘分吧 你带他上天堂 你拯救他 但是你没有这个能力 你放弃吧 因为你不能跟他一块下地狱 女孩你要学会珍惜 你要成熟 然后我也同意 曲总刚刚说的 就是你们俩现在要把中心 放在学业上面 我是希望你们俩都冷静一下 然后好好的把心思放在学业上 等到毕业的时候 如果你们俩还互相觉得是爱着对方的 那再好好考虑 现在先放一放吧 这是我的意见 你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你心甘情愿的吗 心不甘情不愿 那你干嘛要做呢 你知道他心不甘情不愿吗 不知道 哦 你不知道啊 但他最后都做了呀 那我想问你 即便是他心甘情愿 但有些事儿好像是缺乏尊重的 男朋友是应该爱你 为你做这个做那个 买买东西吃吃饭 那我想请问你 你跑到人家寝室去 把人家的衣服全部都给剪了 跑到人家单位上去 把别人的工作给辞了 你有尊重吗 这跟是否是男女朋友之间没有关系吧 你凭什么替别人做主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谁是不需要别人疼爱的 好像只有你就要被疼爱 那我想请问你 如果谈恋爱只是别人对你好 你不需要对别人好 那恋什么呢 什么叫互相依恋 互相爱护呢 你心不甘情不愿 为什么不说啊 不敢说 其实在这段感情生活当中 我最厌恶的是像你这样 一个大老爷们 不好好读书 一个不尊重 你的女人对你愚止气势 摆一些花架子 你宁愿忍受 你以为这是爱吗 在爱情生活当中 任何事情都要对方心甘情愿 如果一个男人心甘情愿地 为你做这做那 那是你的人格魅力 如果他心不甘情不愿地去做 那你无疑是强迫又或者是祈求 你又何必 如果在爱情生活当中 一方故意压迫 一方心不甘情不愿地委屈承受 那么压迫和被压迫之间的关系就出来了 那总有一天会不平衡 于是就跑到这里来 咱们能不能有的时候啊 自己反思反思 别太把自己当回事 也别太把别人不当回事 否则的话 你就是把自己架在火上考 等到哪天他突然之间 他离开了跟别的女生在一起 对别的女生好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我今天这番话说你说的并不重 自己做不到那么好 就不要假装做得那么好 其实这所有的一切你都是把他给害了 他在不知不觉 蒙在鼓里的过程当中 还肆意地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 认为这个男人种种的忍受是因为爱自己 而你其实已经咬着后槽牙了 你却没有把真实的话说出来 待会儿60秒的时候你可以直白地跟他说 我告诉你 我是爱你 但我所做的一切没有一件 我认为是心甘情愿的 我认为你不尊重我 你不把我当男朋友 你一直压迫着我 我很不爽 我今天要分手 你有本事你就说出来 没本事 你就闭嘴 回去了以后就不要再回来 不要说别人不尊重你 首先是你自己不尊重你自己 就这样 在什么年龄段做什么年龄段的事 大学其实就是可以恋爱 这是一个人的本能需求 但是他的主体是什么 他的主体是学习这段阶段 姑娘 长大吧 我们从今天开始成熟起来 放手吧 把自尊留给自己 因为对你来说 成长比爱情要更重要 当你完成了一个 大写的人字的时候 爱情自然会敲到你的门上来 好了 我们来看看这对年轻人 最后的六十秒 他们会有怎样的感悟和感受吧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哥哥 你不要离开我 我知道我错了 我真的知道我错了 我会长大的 我以后不那样了 真的我不那样了 之前你做的 真的都很让我不舒服 而且现在我好不容易找着新工作 就让你给搅滑了 我就觉得吧 我心里其实 还是挺喜欢你的 只是你的这些行为 让我觉得害怕你 我就每天都 害怕见到你 但是我 我后悔了 我以后再也 不看别人怎么样 我只想要我们两个 好好在一起 真的 别离开我 好 时间到 两秒钟 我 请不吝点赞 我 PTV网络电视 或者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继续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 来看这对糊涂的恋人的选择 请开门 今天这事只能告诉你一点 宠你的时候没问题 离开的时候 伤心的是你 独立很重要 精神上的独立和人格上的独立 是最重要的 记住 不要欺骗自己 不要戏弄生活 否则你会 一生都用这样的泪水伴着自己 我知道错了 我现在只是想告诉他 如果像大家说的 我们毕业之后 他还发现他还爱我 我会等他的 我知道我错了 我都会改 行吧姑娘 加油吧 生活对你来说 刚刚开启 未来的路还很长 加油吧 谢谢你 秦辉 我路还会 我路还会 是 优优的 小优优的